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要问长得漂亮的女生是种什么体验 那么最直观的答案是追求吴京的人可以放一台取号机排队了 就算走在路上也会吸引路人的目光 比如周小龙就是被他吸引的路人甲 周小龙住在健身中心对门的小区 经常在门口小麦店看见吴京 他和小麦店的老板套近乎 要到了吴京的电话加了微信 周小龙开篇便热情洋溢地说 我叫周小龙 今年27岁 没有女朋友 我在家医用器材公司任省区经理 我被你自信的神态 漂亮的五官 完美的身材吸引了 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喜欢你 想让你成为我的女朋友 我对健身也很感兴趣 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 让我请你吃饭 吴京对于前半段的工尾无动意中 但对后半段的学健身有兴趣 也许是个卖健身课程的机会呢 于是吴京就这样和周小龙见了面 周小龙不愧是销售经理 第一次见面就侃侃而谈 从做生意到做人的态度 三观端正 条理清晰 时时散发着自信的气场 他坦言自己有过女朋友 他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因为一心放在工作上 无暇恋爱 那天之后 周小龙对吴京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每天他都会接吴京下班 约他吃饭 起初吴京出于礼貌答应了他 但是天天都来就有点烦不胜烦 连着拒绝了他十几次 可周小龙有着无限的耐心与决心 被拒绝了他也不气 还笑嘻嘻嘻地说 不同意才是正常 追美女哪有那么容易 你要是一下子答应我 我才受宠若惊呢 他还把身边的朋友推荐来健身 和其他的教练也搞得和兄弟似的 见人就喊歌发言迈哭情 他说 为外地儿 好不容易在昆明扎稳脚钩 现在追晶晶请大家多支持 时间久了 同事都开始帮周小龙说话了 那年吴京刚刚21岁 哪见过这样死缠烂打的追求 他拒绝了十次二十次 却拒绝不了三十次四十次 两个月后 吴京终于在众人的怂恿下 做了周小龙的女朋友 说起来周小龙还是蛮有个人能力的 不但在老家买了房 在昆明也有了套学区房 平时他还会指导吴京和同事 一些肖肖思路 开拓客户 而且他还是个特别细心的人 对吴京的关怀无微不至 变天了提醒他加一 下雨了送来雨伞 吴京说一句我饿了 周小龙就能猜到他想吃什么 慢慢的吴京从勉为其难的接纳 便成了爱上了他 其实别看吴京现在体面 风光 人见人爱 在他心里一直藏着不堪回首的过去 吴京家在云南的十八县小城 爸爸性格软弱 喜欢世事抱怨 妈妈格外强势 说话夹枪带棍极其难听 每天不是和爸爸吵架 就是打骂吴京 唯一能驳得妈妈疼爱的 也就只有弟弟了 因为弟弟患有小儿麻痹 穷一直是笼罩在吴京头顶的姻缘 小学的时候 家里没钱给班主任送礼 老师便带头给吴京起外号 当着全班的面 扇他耳光 可想而知 同学会怎么对待他 毫不夸张地说 从小学到中学 吴京都是在霸凌中度过的 可他每次回家告诉父母 只会换来一句 人家怎么不欺负别人呢 中考那年 父亲脑梗瘫痪 让这个家雪上加霜 吴京一边读书 一边和妈妈照顾家里 大小两个患病的男人 重压下的妈妈 把积压的脾气 全部发泄在吴京身上 打骂是随时的事 这样的日子 直到高三爸爸离世 才算有了终结 那年吴京 以三分之差 落网二本 只好选择了昆明一所 医护专业的 专科学院 大学生活 仿佛是他人生中的第一片湖泊 平平静静 无风无浪 毕业后 他进了一家医院 做护士 本以为要干上一辈子 可内部争斗 太厉害 吴京这个没背景的小虾米 转正前 被挤了出来 吴京 是不得已 才选择做健身教练的 只是没想到 学校学的人体接铺知识 让他知道 怎样 锻炼肌肉 很快 他就成了 健身中心的明星教练 第三个月工资 就破了一万四 人生真是峰回路转 谁能想到 本是被逼无奈的一步错棋 却成就了全新的自己 同事都说 吴京骨子里有种傲气 私下里有些高冷 但吴京自己知道 他只是害怕与人接触 在他心里 依然藏着那个 被人欺负的小女孩 所以当他的生命里 突然出现一个 用尽全力 百折不挠 都要爱他的男人 他真的被打动了 吴京认认真真的 和周小龙谈起了恋爱 不久之后 周小龙带他开了房 吴京没有拒绝 都是成年人 没什么不可 但那一晚并不尽人意 周小龙在床上铺垫半天 正文只有三秒 别说传说中的 欲先欲死了 吴京仿佛被扎了一阵 疼一下就结束了 他心里多少是失望的 可周小龙却异常兴奋 他说 你知道吗 我还是处男 以前我尊重前女友的意思 从来没有过 我的初业给了你 你以后要对我负责 吴京听得满头黑线 他们是拿错剧本了吗 这台词 应该是他说才对吧 而那时的吴京尚且不知道 这一夜是分水岭 是不久后的一天 有个会员弄丢了手机 他带对方去查监控 无意中发现 周小龙在健身中心发烟 明里暗里的表露 他和吴京已经发生了关系 吴京真是又尴尬又难堪 上床这种私密的事 竟然到处宣扬 晚上回去 吴京提醒周小龙 闭嘴 他却得意洋洋的说 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把你睡了 才不会有人和我抢 吴京觉得他有些偏执 但也算是为了爱吧 有天吴京和老家的妈妈通电话 说起了弟弟的病情 弟弟现在连路都走不了 吴京动了恻隐之心 也许是成长了吧 他明白了妈妈的不容易 吴京安排弟弟来了昆明 每天用业余时间带他做康复训练 渐渐有了起色 弟弟从不能正常走路 变成了可以在跑步机上独立快走 妈妈知道了 特别高兴 多年紧张的家庭关系 有了缓和 然而 在一片和谐中 有人不开心了 那就是周小龙 起初他还是殷勤的帮忙 可他渐渐的发现 弟弟站走了吴京太多的时间 不只是训练 平时的起居 也需要照应 吴京哪还有时间和他二人世界 之后他又听说 吴京的妈妈准备在昆明 帮吴京首富买房 这一下激起了他的警觉 房子对于许多情侣是致命伤 可对于周雄龙来说 不是 他只想独占吴京 如果吴京在昆明有了房子 就有了自己的家了 就不会依赖他了 和吴京独处的时候 周小龙问他 你准备带着弟弟一辈子呀 吴京说 怎么会 你妈给你买房 不就是让你带着他一辈子的意思吗 我和你讲 这房子你不能要 周小龙 帮吴京分析 妈妈怎么可能是爱他呢 明白着 看他挣得多 好把残疾的弟弟甩给他呀 周小龙说 不是我小人之心 你想想 如果你一个月只挣两三千 你看你妈还尿不尿你 吴京对妈妈本来就存在着身结 周小龙的一席话 郑重旧吧 他忍不住自问 妈妈怎么会熏血来潮的对他好 倒是周小龙这个外人看得真切 吴京终是拒绝了妈妈帮自己买房的事 还以工作太忙为由 把刚刚好转的弟弟送回了老家 妈妈在电话里对他非常生气 也非常失望 可吴京只是笑笑 不想点破 而弟弟离开的第三天 周小龙又收缩了他的控制圈 他和吴京说了四个名字 要他必须拉黑 以后不能来往 理由是这四个人都在追求吴京 吴京说 这样不好吧 大家都是朋友 我又不喜欢他们 周小龙一瞪眼说 那不行 这种居心不良的人 不能在你身边 吴京就是从那时起 发现周小龙对感情 有些独断专行的 也许是怕失去吴京吧 他对接近吴京的每一个人 都无比紧张 吴京身边的男性朋友都知道 他有个促劲十足的男朋友 不愿招惹麻烦 疏远了他 只剩一个闺蜜可以聊聊天 可是一天休息的时候 周小龙神秘兮兮的把吴京叫出来 一脸正义的告诉他 以后不要再跟闺蜜来往 因为闺蜜趁吴京上课勾引他 吴京不信 说 怎么可能 周小龙却只天发誓 我今天要是说半句假话 让我十八代祖宗 魂魄都不得安宁 我全家被车撞死暴毙 吴京都愣住了 读事发到这个份上了 他不由得信了 之后周小龙一有空就来健身中心 陪着吴京上班 教他怎么和学员授课 以前 吴京喜欢笑 特别有亲和力 可周小龙说 这样没法树立教练的微信 必须严厉 他一句一句的教吴京 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 去和客户交流 如果吴京反驳 他就说他没见识 慢慢的 吴京开始失去自信了 说每句话都小心翼翼 仿佛只有得到周小龙的许可 才能安心 一次刚下课 周小龙竟然拿着秒表跑过来 大圣训斥吴京说 你给他多上了一分零四四秒 知道吗 你对他总共笑了十八次 你是个卖笑的吗 你怎么不对我笑 你是个婊子吗 那一刻吴京仿佛看见 当年妈妈对自己恶毒的诅咒 他终于爆发了 指着周小龙说 咱们分手 我不用你管 他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必须离开这个 要锁住他的男人 可周小龙一看 不能挽回 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咕咚一声跪在了吴京的面前 他说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我也是为了你好呀 吴京都惊了 没想到周小龙竟然毫不在意脸面 直接下跪道歉 在场的同事来劝他算了 周小龙只是爱之气而已 直到那时 站在暴风眼中的吴京 才赫然发现 自己已经孤立无缘了 原本已经缓和关系的亲人 离他而去 最知心的朋友被他拉黑 原来周小龙 扫扫扫的就做好了这个局 能收买的通通收买 收买不了的通通挑拨 最后健身中心的经理都走出来说 京京啊 算了算了 人 毕竟是社会动物 如果你身边每一个人 都说他适合你 即使你有一百个不愿意 也很难摆脱 吴京只能点了头 之后的日子 周小龙对吴京的看管 更是变本加厉 不只是对男学员 吴京对女学员太好 他都要吃醋 如果吴京要分手 周小龙就给所有同事朋友 打电话哭诉 还威学说 要去调查吴京的学员 到他们公司闹 吴京真的怕了 悄悄辞了职 搬了家 想要偷偷地摆脱他 可是周小龙是个 极有办法的人 不久就找到了 吴京的新住址 那时候吴京还没找到 新的工作 积蓄也花完了 没有人帮他 只有找上门的周小龙 周小龙说 我可以给你找一份工作 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入职 于是走投无路的吴京 再次回到了周小龙的身边 在等待入职的日子 吴京住到了周小龙家 每天他连门都不出 周小龙买菜回来 他做饭 他问他工作的事 他总说快乐 可这个快乐 真是遥遥无期 慢慢的 这个吴京呢 就求成了废人 越来越胖 身材走样 他已经快要忘了 找工作这件事了 半年多的UB 让他患上了抑郁症 他觉得自己成了周小龙的 卸育工具 他真是个古怪的男人 虽然不行 当信誉机强 嘴里还要恶狠狠的喊着 你不是高傲吗 不是追你的男人那么多吗 你现在还不是我一个人的 然而 我认识 平日里 他又是那么温柔 小心地爱着他 承诺给他许多美梦 比如 开一家店铺 养满屋的花 到了夜里 半醒半梦之间 吴京又常听见周小龙在耳边说 你千万不要离开我 否则我就打断你的双腿 挖了你的膝盖骨 迈去越南 吴京忽然觉得 自己多年被霸凌欺辱的噩梦 又回来了 让他无处可躲 无处可逃 是个周三 周小龙把手机 落在了家里 吴京知道密码 他有点好奇 进了微信 在联系人里 看到了周小龙前女友的头像 他与他的对话都没删 竟然是大片大片的 对周小龙家暴的控诉 吴京看了很多遍 惊出了一身冷汗 周小龙哪里有什么真情 从头到尾 就是个玩尽心机的畜生 周小龙对他没动手 就是因为他还听话吧 就在这时 周小龙回来找手机了 他看见吴京脸上的表情 和手里开着的微信 他猜到发生了什么 他说 你听我解释 是他骂我妈 我才动手的 而吴京拼命地往外冲 大喊着 你让我走 你让我走 可周小龙却死死地抱住他不放 还撅着嘴吻过来 吴京恶心地想吐 用力咬了他的嘴唇 周小龙发出一声惨叫 松了手 吴京看着他满脸突红的样子 害怕极了 他一边哭泣 一边示弱 趁他去卫生间 拨了110 在警察面前 周小龙又开启了自己 痴情冤夫的一面 说吴京把他当提款机 还要给他戴绿帽子 他让他还钱 他就咬伤了他 而那时的吴京已经哭得不成样子 翻来覆去 只会说一句 你是骗子 没办法 在所有人眼里 一直是周小龙宠着他 爱着他 甚至是包养着他 是个24校男友 谁能想到 他背地里对吴京精神上的折磨和志号 还好 警察足够正义 他警告周小龙说 恋爱的事我们不管 但是 你不让他走 就是犯法 现在我已经备案了 如果他再敢阻拦 就是非法拘禁 吴京真的很感激警察 陪着他回去取了东西 从此远离了周小龙 那已经是2020年了 世界在混乱中 渐渐迎来了曙光 疫情好转之后 吴京重新找了工作 听说周小龙 蹦困在了湖北 听说他出了车祸 膝盖手术 面部神经受损 终生要带钢板 钢针 终生失去威胁 仿佛印证着某一天 他发过的毒誓 知道消息的那天 吴京一个人 在路边坐了很久 这一年 他才23岁 却仿佛经历了 一个世纪的沧桑 说真的 吴京自认为 是个善良的人 但对周小龙 他希望他过得惨 他接受自己的 这种恶毒 因为差一点点 他就要死在 这个男人的手里了 吴京有点不敢 回忆过去 那时他以为 一个男人 不顾自尊 不顾颜面 来爱他 一定是真爱 其实那种没有下线的纠缠 也在说明 他做人没有底线 而做人 一旦没有底线 性格便注定里 隐藏着疯狂的基因 这种男人追女人 花费了多少的精力 和尊严 到手后 就会加倍 在女人身上找回来 吴京用自己的惨痛经历 提醒所有的姑娘 见到死缠烂打的男人 记得绕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嗯? 感谢观看